親愛的阿爸父神 謝謝你從過去一直恩待我們到現在 我們仍然能夠健康的呼吸 自由的吃跟喝 生活在你的愛中 我們感謝你 但在我們的生命基地中 有時候也會遇到逆境或者是受苦 常常讓我們心力交稅 負擔沉重 無法負荷 接受苦難 期待你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好讓我們在受苦的時候 有主同行 知道受苦的目的 讓我們就能夠靠主喜樂有餘 這樣禱告 不是奉靠主耶穌的領袖 阿明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受苦當中的喜樂 那我會分成四個段落 就是說 婚禮禮書呢我把它就是把全 這次去要讀婚禮禮書 他婚禮禮書都是一種喜樂的書信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第一個主題就是 在受苦中喜樂 那第二個主題就是服侍喜樂 然後第三個主題是在向盡當中喜樂 第四個主題就是在詩語當中喜樂 所以我們大概分這四個主題 那我會四周 連續四周會講這四個主題 這次婚禮禮書裡面很重要的 一到四張我把每一張 當一個主要概念來講 那最近 今天早上我接到 我接到榮祖姐 你大家都認識榮祖姐跟柚晨兄 那我就接到一話 一早的時候 大概七點的時候 他就說 柚晨兄的血壓已經下降了 那大概六十左右 所以這樣我就預備心 然後就是要在他準備這些 後面的事情這樣子 我一聽 完全都沒辦法睡覺 就是完全就是 所以就覺得 真的是在病痛當中 榮祖姐非常的緊張 比較好教育 因為他從來沒有 存在過這樣的事情 而且我比較很隨意 所以你知道我們生命當中 就會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剛好我今天跟護師跟老師 今天要去色列 你看很多的事情都是這樣來的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能夠喜樂嗎 還能夠靠祖 能夠勇往前走嗎 特別是這時候的榮祖姐 他的心情就如何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這地方 還要喜樂不勝負的 那這張相片 剛好是我這幾天 我念的前天 然後剛好路過一個地方 剛好是一個夕陽地方 很漂亮 我就把它錄下來 就是照相起來 我就想說你人生長長是這樣 你就遇到夕陽 你的生命也是會遇到夕陽的時候 那有些時候 在夕陽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好像很快 他就離開了 但是就發現夕陽裡面 還能夠再發光 我今天看到紅青 有非常地高興 紅青真的就是死裡部 好 這裡是在死裡部 你看到他 然後我心裡很興奮 很興奮 然後 我覺得你真的是 非常地久回來的 他曾經用到葉克膜 好幾天 都在用葉克膜 你看他現在 他批這樣已經沒有了 但是他現在 坐在我們上次 我們來跟他拍手一下 他現在手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手已經有斷裂了 所以他現在手 沒有辦法舉重的話 但是我們要現他改变 好 在病痛當中 我看到他 一次比一次 誤會很快 但是你會發現 還是有一些人生命 是越來越往下降 都有 有人是往上走 有的人是往下降 什麼時候會臨到我們 我們沒有人知道 好 那我在想說 當你進來 盡力受苦的時候 到底你還能夠喜悅嗎 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 他的生命裡面 他遇到這麼多的苦難 他仍然喜悅 到底是哪些力量 讓他還能夠靠苦長長喜悅 那這個人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董燮 董燮 就是董燮 董燮 你看我去看他 看訪他的時候 你看他笑得真不得心 哇他充滿了感謝 他一直說 我是靠主 我今天靠自己 什麼都沒辦法 其實他已經乾 已經大腸轉到乾了 然後現在就做酸災 你看這樣的生命 他仍然說 我如果沒有神 我沒辦法 然後他就是一直感恩 一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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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這樣的生命 我覺得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可以這樣嗎 你看烈紅姐之前也是 他的孩子喝過了 也是很傷心很難過很焦慮 不是嗎 我們真的是靠自己 真的是很有限 真的很有限 你會發現我們生命 隨時都會有狀況 那這就是一個譴責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現在這個我就不多講 就是說保羅的生命裡面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這個 現在我們要看到這個就是 所以現在說過這個邱 有一個什麼 菲利比書有沒有看到 看到了沒有 有看到 那這個都是保羅的書信 他寫了這麼多 所以聖經上一半 寫新約一半以上 都是他寫的東西 那我今天只要講菲利比書 希望能看到邱的那個下面 最後面的那一卷 就是菲利比書 那你看到他這個 這是第二次旅行的時候 這個是第三次旅行的時候寫的 然後這個是 在羅馬的時候 那個保羅被關的時候寫的書 有以弗所書 郭羅西 菲利門和菲利比 那我們今天是在講 菲利比這部分 那這也是殉道前 他又寫了 有提摩泰前書後書跟提多書 這幾個 現在只是讓你知道 大概而已 就是有這麼多 就是保羅生平的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講就是這個 他在監獄裡面發生的事情 那後面是教務的書寫 這個我們以後再看 好 那我們要講說 菲利比的教會是這樣 他保羅在歐洲裡面 這是保羅在歐洲建立第一個教會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幾乎所有的都是外邦人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教會呢 他是一個什麼 聖結 然後很中肯 很信耶穌的一個很熱心 所以他常常就奉獻 奉獻供給這個保羅的需要 他在做傳道的時候 他就到處去傳福音 他很熱心 所以他是眾教會的一個凱門 他是一個這樣的教會 我現在戳得他背景 那不僅是這樣 就是他們沒有錢的時候 這個菲利比教會的人 他們就是供應很多的錢 奉獻然後招待接待 甚至派這個尾巴火體 這個人去照顧保羅的需要 然後安慰保羅 然後讓保羅覺得非常大的喜任的安慰 好 那這個菲利比書 他是寫在這個差不多祖前 對祖後 祖後大概是61到62點這段時間 那因為這個保羅書信 在菲利比根的地方 他是一個非常的輕鬆愉快 然後心情很喜樂的書 那他寫信這個目的就是 感謝這個菲利比教會 對他們的什麼各樣的照顧跟公益 匯送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他被關 然後被在監獄裡面關 然後他快要等一下出獄了 所以他告訴他他快要出獄了這樣子 快要被獲釋了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要勉勵 給這些菲利比教會的人 讓他們能夠得到掌勁跟同性 最後呢 他也是要拆解這個禮巴活體 因為禮巴活體去那邊照顧他 基本禮巴活體就生病了 他生病之後他也希望說他 他也請他回來 然後讓他怎樣 好好照顧這個禮巴活體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書信之類 那我們先來看菲利比書 他很重要的幾個 第一個就是菲利比書 通常書信都會怎樣 做很多的問候 那我問一下 菲利比書的作者是誰 來問你們 誰 保羅 那他是保羅跟誰寫的 跟其實是提摩太子 不是寫的人 覺得是保羅 他提摩太拿去給他們 那他要寫給誰 對象是誰 教會的誰 信督還有誰 監督 那監督是指誰 通常監督是指誰 請問我們教會的監督者是誰 長老師 長老師是誰 長老師 他就是我們的小會議長 他就是我們的治理者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監督者 然後還有職事 請問我們職事有誰 玉仁哥 玉仁哥 還有誰 慧玲老師 還有誰 淑貞老師 還有淑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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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我們的指示 所以要寫信給人 一定要有個對象 所以這是寫給這些人的對象 所以你們要知道說 每一封信都是這樣 然後呢 你看保羅是一個很謙卑的人 他第一個自稱自己是誰 他說他是徒人 那徒人意思是什麼 就是要聽主人的話 對不對 他是一個奴婦的樣式 來到這個 所以你看他都是很謙卑的 法羅話 一直在主的裡面 他是這樣謙卑的人 然後他就問問他們說 你要用恩惠跟品牌怎樣 歸給你們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祝福 這我是讓大家知道 書信裡面的一個類型 然後保羅呢 寫這個信裡面很多的感謝 感謝什麼 第一個是感謝什麼 來 神 感謝什麼 然後呢 再來你們是感謝什麼 感謝 對方 對方做了什麼事 我剛剛講他做了什麼事 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對不對 很多會送他們對不對 還有照顧他們對不對 這些都是他們 很感謝他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是怎樣 這些人怎樣 這些菲律比信徒怎樣 他們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同心可以 心旺福音 他們是 都是外邦人耶 然後他傳福音給他們 然後他們大家就怎樣 大發熱心 犯法傳福音 是這樣 好那我們看看喔 他有一個想念他們 他說寫這東西 他很想念他們 他說什麼 他說往裡面動了那個散溝 然後在記錄耶穌日子 神就要成全你們 好 那他們做了很多就是 傳福音的工作 就是在傳福音 然後呢 他們 他們 當他在被關的時候 他在便臨福音的時候 在做見證 做傳福音的時候 做見證的時候 你看喔 他就說 你們都要跟我一起得到上帝的恩典 所以是這樣的情況 那這裡講到一個故事 就講到說 在福音傳裡面有個故事 是這樣講的 他說有一個使女 他們保羅 他們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有一個使女 他就迎著面而來 然後呢 這個使女呢 他是一個主人的屬下 主人屬下 然後這個鬼 這個使女他就是被怎樣 被烏鬼所附 附身 結果他就用這個什麼 烏鬼的法術 然後都是當中在行騙 然後在這個過程 就是在這個法術過程當中 他就怎樣 主人就可以得到很多什麼 錢 所以他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就對了 混的工具 然後他就一直念喔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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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食品就一直念 他說至高神的仆人 這個仆人 他們要傳說 救人的道理這樣子 他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不斷的唸 不斷的唸 一直唸 唸到最後那個誰 那個保羅 他一聽他這樣唸 唸到很煩 他自己很煩 他就轉身 就是對這個使女講說 那 我奉 我奉主 我奉主 請你烏鬼從身上出來 結果烏鬼就怎樣 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哇 那跑出來之後 請問主人還能夠 還能夠賺錢嗎 沒有辦法賺錢 那你怎樣 阻擋了誰的利益 主人的利益 這樣阻擋了他 他就沒辦法賺錢了 所以 這個也是為什麼他後來怎樣 被關 你看 這個保羅就被抓了 那個死裡的主人 在旁邊 然後這些人他們就說 這個 這些人 他就是 關他的原因 這些人原來是猶太人 他們竟然上到我們的城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保羅 羅馬人他們不可接受 傳這種福音 這個是不可行的規矩 所以我們要把他抓起來 所以以前過去保羅 都是在抓基督徒的 把 以前保羅是在抓基督徒去關的 現在是怎樣 他自己被抓去關 是這樣情況 只要他傳福音 他就被關 一踏身基督徒就被人 踏身基督徒就被關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菲利比 菲利比的話 他們這個監獄 他被關在監獄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是遺跡 他大概有沒有看到 大概差不多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保羅 他就在飯業裡面 跟這個西亞 他那時候就還是在那邊怎樣 被關 有沒有看到他的腳 腳是被怎樣 就是那個 把他弄起來的 所以其實行動怎麼很自由 沒有 是困境 同氣困境 被綁起來的 這樣子 是一個困索 所以呢 但是呢你看 他的身體被困住了 可是他心怎樣 有沒有被困住 沒有啊 他還是在那邊怎樣 唱詩歌讚美 還有做什麼 還會寫信啊 去安慰很多的人 對不對 你看他育中 還做很多傳福音的事情 如果你在育中 你會做這麼多事 以前喔 那個高俊林牧師啊 他也是在育中 然後也是寫了好多書 書信給大家 好 那今天我們的經文 就是看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就接到現在的經文裡面 他就講到說 我今天喔 我要讓你知道說 我今天造業這些事情 就是怎樣 為了目的就是要讓我們 做什麼 讓福音信化 就是要信化這個福音 所以呢 我受到了揮索 我受到了揮索 那就是怎樣 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我的目的都是為了表明知道 基督 都是為了基督的緣故 為了基督的緣故 我願意 我願意這樣 我為了基督的緣故 我願意被關 我願意被關這樣子 好 那這些人被關 就是保羅被關了之後 請問非禮教會的人 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頹廢了 沒有 他會怎樣 越發怎樣 越發放膽傳福音 人在被關對不對 我們的 我們所信的這位 這個保羅 他本身他被關了 傳福音給我們被關了 哇這個就是我們的怎樣 我們算是我們的領導者 結果他被關了 我們怎樣 更願意傳話傳 所以更勇敢 更願意去傳福音 他們根本就沒有懼怕 所以就勇敢的面對 勇敢的做出來 感慨做的事情 但是呢 有些人 他也很認真要去傳福音 他是為了什麼 嫉妒跟紛爭 為什麼 大家有屬於的驕傲 你看到團 你看到團 我也是要得到 就是有那種 在屬於裡面 也會戰爭 教會也是一樣 很多基督徒很熱心的 我這樣就這樣 我又在旺 我不要團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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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收拼 有時候基督紛爭 但是呢 即使是這樣 即使是基督紛爭 即使是 有的人是 這個是為了基督紛爭 有的人是出於好運 真的就是為了傳福音 傳福音 為了神的愛 然後願意傳福音 也有是這樣子 不管是怎樣 都怎樣 不管怎樣 都沒有關係 他說喔 不管是出於愛心的 或者是出於解答的 不管是怎樣 這兩個 這個兩個情況 他都被關了 但是呢 他怎樣 福音有沒有被傳開來 有喔 他就講到 我們來練十八戒 來 這有何法呢 或是假音 或是真心 無論怎樣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為此我就歡喜 並且還要歡喜 好 後面那句 來 因為我受到 這次借著你們的行導 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 終於叫我得救 所以是誰在禱告 是大家 克里比這些教會的人 他們為他們禱告 然後透過基督耶穌的聖靈 然後來幫助他們 所以讓他們能夠生命 他說他可以因為這樣的 得救這個地方 因為我說被釋放的意思 他就心裡可以得到自由 跟神的關係可以得到自由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然後保羅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價值觀 我們來這個地方大家背談 對不對 來 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原住 保羅就是為了主 他什麼都該念 所以他在這邊 他雖然受苦了 可是他生命當中怎樣 因為他受苦裡面 但是他生命還有洗的 為什麼是這樣子 好 他為什麼被關 好 他為什麼被關 他為了傳福 為了傳福一當基督 然後就被關 對不對 可是他心裡 他確實怎樣 喜樂的 他到處還是怎樣 去做感謝問候 然後幫助別人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看保羅受苦 尤其的事情 全部的事情 大概都是跟傳福也有關 你看 第一個是為傳福給外方的人 所以他被關 第二個是為基督耶穌他也被關了 他做傳道 做使徒做師父 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他怎樣 趕於鬼 把那個烏鬼趕走 然後讓別人變化得利 他也被關 所以很多事情都讓他怎樣 他需要被關 這就是他受苦的原因 所以他被叫 被關 被鎖起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看看 你看保羅在那個時候 被關的時候 他在尖壁裡面 還是很讚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看看 第一個是什麼 我剛剛有講過 第一個是什麼 他們同心合理心亡福音 所以他覺得 還是不錯啊 雖然我很瘦 但是至少 福音是被心亡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還有目的 其實有沒有發現 當你受苦有目的的時候 你該不該願 就比較該願 譬如說 小薇懷孕了 他有沒有受苦 懷孕或是會不會 噁心吼吐 他有噁心吼吐 可是你看受苦了 可是他最後你看 他可以得到什麼 新的生命 他受苦了 他願意接受這個苦 因為他要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他就因為這樣來洗了 所以只要我們每一個人 當你知道你受苦的時候 你有發現受苦對你有益 或是受苦對很多人有益 或是受苦的目的是 為了別人的需要 我們甘願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 我甘願受苦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他真的是為了 國家利益 為了國家的需要 然後他受苦 因為他雖然犧牲了自己 但是他願意 為了他利 他願意 就是 然後他就是 願意幫助大家 那再也就是 這些幸福門路們 剛剛我講過說 他們做了很多好的工作 願意去幫助別人 然後願意去傳播 願意去照顧別人 滿足別人的需要 然後弟兄姊妹之間 以捨不母幫助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就是邀請大家 我們根部是不在 我男老師不在的時候 你們更需要 我們來彼此相愛 彼此相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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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更多的苦力 特別是他第一代 第一代 男為他從越南到這邊來 其實也是一個 就是文化變遷的 然後他來這邊十幾年了 可是他那麼奮鬥 那麼打拼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很需要我們關係 他不只是身體上需要關係 心靈上有很多時候 我們也有很多軟弱的 心靈軟弱的 我們也更需要彼此關心 彼此照顧 彼此幫助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的目的都是怎樣 為了愛人 為了傳播你 那洪青胸已經有覺知 在祕訪的時候 我要帶大家打到覺知 但是呢 覺知的時候不代表 他就什麼都會 沒有 覺知只是一個什麼 心裡的相信的決定能力 對基督教很多都不懂 所以從現在開始 每個禮拜如果可以 每個禮拜都來 每個禮拜都來 每句會就來 好不好 我們換個禮拜 一起來 然後一起來學習 你越學 你的生命就會越轉換 你的生命 你一定就不再跟過去你的你 再交往 要重新跟主耶穌交往 你的生命就會改變 很大的改變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好 那剛剛我講到說 很多東西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所有的受苦的目的 都是為了傳播你 這件事情很重要 希望每一個人也是一樣 當你在教會裡面 你覺得我服飾好累的時候 我想到說 我的累主要是為了傳播你 我的累是為了要幫助所有人成長 我的累是為了要讓更多人得到利益 更多人得到生命的造就 讓我願意 我願意服飾 所以我願意怎樣 在受苦當中 我願意看到生命的成長 跟喜樂 看到 好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提出來一些討論 你有沒有想過 剛剛保留是身體被關 可是他的心是自由的 對不對 但是你們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顛倒 我們都沒有被關 但是我們的心都被關了 不想這樣 我們的心不想到教會來 對這也是一個 我們很懶惰的時候 我們很累的時候 我批法的時候就不想 我們的心常常是疲憊的 無力的 那這裡有講到前面那幾個 我想譬如說毒癮啊 酒癮啊 要亂用 有沒有人成立在這裡 有沒有 有 一堆我告訴你 有 賭博啦 犯罪啦 然後喝調毒 然後搶殺偷妻 這些都有 但是呢 這些可能我們平常做的比較少 我們這裡大概比較不會 但是後面比較會 你看喔 常常焦慮 常常自卑 常常口氣 常常憤怒 常常恨 常常有憂慮 還有很多人際關係 彼此的怎樣 關係的傷害 很多的疏離 很多的瓦解 或者常常被電視綁住 然後就不來教會聚會了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 常常被電腦綁住 然後呢 整天都在 有沒有發現 父母常常很擔心孩子怎樣 被網路給 爐走 心都被爐走 所以網咖也是 或者是很多人也是 敗在這個情欲裡面 這個都是什麼 內心的囚犯 我們都常常被囚耶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是這樣 你很多時候你的受苦 是因為你被這些綁住 所以我只是要讓大家去思考 你的心有沒有覺得自由 你的心有沒有被綁住 你的心有沒有被關 你有沒有心有沒有像囚犯一樣 真的是綁在那個地方 你的人 人被什麼 外面全部都關起來 那個叫什麼 求求 我期待我們不是這樣 是一個自由的人 期待我們是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說 你看 保羅活著他是為什麼 為基督對不對 然後為了傳輸 對不對 好 那請問 我要問你們 我們活著 你活著 我們活著 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活 你們!' 我是為了什麼而活 其實我你知道嗎 我最近有一次問自己 到底我現在在活在幹嘛 我現在其實我現在跟你講 我覺得過去我是為孩子而活 過去 但是孩子現在長大了 我現在開始為主而活 所以我今天走到這個地方來 就是為主而活 這是我現在的我 那我要問你們哪一個人 你現在為誰而活 為自己 好 繼續喔 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生命你覺得還要更好 你可以為你自己覺得想要怎麼樣 苦惡你自己的困境來追求 那求上帝幫助你 能夠越過你種種的艱難 好 那保羅是為基督受苦對不對 然後他有喜樂 那我會問大家 我們受苦真正來源是 我們為什麼受苦 我們為什麼受苦 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會說 我最近都是聖禮怎樣 都是撒旦在攻擊我 我想要傳福音就有撒旦在攻擊 常常都會有這種聲音出來 的確傳福音的確會有一些攻擊沒有錯 但是我要說齁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我們都把撒旦放得很大 可是事實上很多時候都是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內心被捧索 被綁索 然後產生了很多苦 是因為這樣受苦的 而不是因為什麼撒旦攻擊 自己不負責任都是灌到撒旦在那邊去 我覺得我們基督很多人都會把撒旦放得很大 我覺得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這些事情上 我自己不認為是 都是撒旦的錯 或是都是撒旦人的貨 很多時候是自己內在的狀況出問題 譬如說喝酒好了 喝酒然後去車禍 然後就說都是撒旦人的貨 你覺得怎樣怎樣 自己喝酒 怎麼把這個酒自己喝酒都不說 然後就是怪到上帝那邊去 然後說怪到撒旦那邊去 你怎麼怪我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不要常常把責任推到撒旦那邊去 不要常常 雖然我知道有 但是不見得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 所以每次你有攪擾的時候 你不要說 都是撒旦在攪擾我 不要把撒旦放大 要把上帝放大 如果神跟你同在 這些攪擾真的那麼嚴重嗎 就是我就說 雖然有關會有攪擾 但是我也說 我們應該怎樣靠主 去得勝這一切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期待我們永遠的生命當中 當你的心沒有被捆綁的時候 沒有被捆綁 你的心自由的時候 你跟保留一樣 能夠是 你的目標都是為了主的緣故 不管做任何事情 是為了主的緣故去受苦 我相信這樣的生命當中 你要經歷也知道 你受苦的原因在哪裡 你的目的在哪裡 你為了傳佛音而受苦 我們也願意概念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委身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用那個回應詩來唱 有一首歌叫做 現在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這一首歌我非常的喜歡 雖然他們今天把我改掉 改節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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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不太會唱 但是沒關係 這是我竹血會唱的歌 現在被改成不太會唱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重點是在這一首歌裡面的精神 就是他的 歌詞 我們的歌詞就是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是誰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好 這個很重要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這首歌的不再是我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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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我里面活着 那活着 那活着 你生活在我里面活着 生活着你无人失望 生活在我里面活着 那活着你无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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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我里面活着 那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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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我里面活着 那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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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裏 活著 好 很好聽哲學 我們先來進去朗讀 《非禮筆書》一章二十五節 來一起 發育幾個文章 創造者我所見途 所盼望的 沒有人使教人受惠愧 只要善事放膽 無論是生之時 創造者不在我身上 創造者不在我身上 好 第一 我們先來進去一項 教我所竊竊去 無到暗望的 就是我所竊竊介紹 凡事好人 天堅得正天降 zawsze對我 誰是對我 其中けれ寶貸我那 kyna militar正天降 EVERつも few change But will be But will have Sufficient Courage So let know as always So let now as always Christ will be Exalted Exalted In my body Wether by light pant or by death 我可以回家 好 下年了 好 下年了 好 下年了